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是一個重點 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什麼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有這麼多A加B產生C加珠 2A加B產生3C加珠 請問你我有這麼多的A可以產生多少的珠 請問你要產生這麼多的C需要多少的B 這樣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有這麼多的氫可以產生多少的水 要產生這麼多的氧需要多少的過氧化氫 這樣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那我怎麼知道 就表示我要能夠曉得他們之間的關係 A跟B的關係 A跟C的關係 我才知道我有多的A可以產生多少的C 誰告訴我他的關係 就是化學式 2A加B產生3C加珠 我們前面教過的這個2跟3叫做什麼 均衡係數 我們前面有問過你有教過你 均衡係數代表什麼東西啊 均衡係數代表什麼 均衡係數代表什麼 均衡係數 2A加B產生3C加珠 就是告訴我2個A會產生3個C 2墨的A會產生3墨的C 然後我就可以算出來 然後我就可以算出來 有這麼多的A會產生多少的C 所以所謂的簡單的化學劑量 其實就在算什麼東西 就在算墨爾 於是停車戰界問 我們當初有教你 兩個算墨爾的方法 請問你 我們教了哪兩個方法來算墨 13 講一個吧 請坐 個數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還有一個什麼方法呢 還有一個什麼方法呢 31 31號 他剛才講的是個數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起立 還有一個算墨的話 什麼方法 我教了兩個方法算墨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暗示你跟質量有關 如果等於 原分質量 分成質量 請坐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者是 分質量 就是我們前面教的兩個算墨爾的方法 一個 個數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什麼個 你要算的東西有多少個 個數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第二個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注意 質量以什麼做單位 功課 功課做單位 功課做單位 質量除以原分質量 這是我們前面教過的兩個算墨爾的方法 剛才跟你說了 所謂的簡單的化學計量 就是在算什麼 就是在算墨爾 所以你要會算墨 方法一 個數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方法二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這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所以我們在做簡單的化學計量的時候 我們的基本步驟是 基本步驟是 這個是告訴你說 墨爾還有第三個算法 可是我們還沒有教到 我們要教到那個酸鹼鹽電解值之後 才會教墨爾濃度 等教了墨爾濃度之後 我們就有第三種算法 但現在沒有 那就兩種 好 來剛剛跟你說 所以算簡單的化學計量步驟是 第一 寫出化學寫出平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寫出化學反應方程式 並且平衡 這一步 在絕大多數的題目都不用做 因為題目都寫好了 在大多數的題目 這個已經寫好了 少數題目是 有寫方程式 可是沒有題目 沒有平衡 更少的題目是 方程式寫都沒有寫 自己要會寫 這更少 但大部分的題目 這一步 題目都寫好了 已經寫好了 方程式 2A加B 產生3C加出 好來那出 第一步 寫出方程式並且平衡 第二步 以資跟所求都換成末 有這麼多功課的A 問你產生多少個C 就要把這麼多功課也換成末 這麼多個也換成末 剛剛講過的 你要會算末 幫他算會算 為什麼要換成末 因為換成末 我才曉得他們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前面跟你說了 末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均衡係數比就是末數比 2A加B產生3C加出 表示A跟C的末數比就是2比3 所以你把這麼多功課的A 換成末了 這麼多個的C也換成末了 他們的比例關係就是2比3 你就曉得他們之間的關係 你就可以算得出來了 所以要把它換成末 然後帶到他的關係裡 誰是他們的關係 均衡係數 均衡係數就代表個數 就代表末數 所以均衡係數比就是末數比 末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我們說人家考試問你 這麼多的A可以產生多少個C 叫做簡單的化學計量 步驟一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2A加B產生3C加株 第二 乙滋跟索球都換成末 這麼多功課的A產生多少個C 就要把功課換成末 多少個也把它換成末 然後第三步 末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A的末比上 C的末就是2比3 然後你就可以算出來 這又是我們的做法 我們的做法 那麼有一件事要提醒你注意的就是 注意有沒有過量 我們說了 A加B產生C加株 是用掉的A 用掉的B產生了C跟株 是指有用掉 不是沒有用掉 所以你要找到那個有用完 尤其是題目 2A加B產生3C加株 我A也給你 我的B也給你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這兩個是不是全部都用完 有沒有人過剩 剩有過剩的不能用 那個帶的鏡像 帶那個有用掉的 有用掉的 我們後面有題目可以練習 所以要注意 它有沒有過量 我們要用有用掉的 這就是我們基本上 算簡單的化學劑量的方法 請問你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